今天有很多的人他们认为复活的事情是一个非常不可信的事情 那么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复活的基督教所谈到的复活呢 抱着一个非常的一个非常的一个怀疑的态度 他们认为我们在这个讲究科学的时代里面 难道现在还要再谈有关于这种不合科学的所谓复活的事情吗 那么所以当这个今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 如果一个人他对于复活的事情能够正确的接受 那么剩下就很多事情就其实蛮容易的 但是如果不能够把这个复活的事情正确的接受 那么今天他是很难相信的 你记得当这个这个从从这个世人的角度 或者不信的人角度 他们说如果要是有一个人从私利复活 他们都要相信了 所以这种不信的人的角度出发 这就是我们看到财主跟拉撒路的这一件事件 它不是一个故事 它是一个实际上历史发生的事件 所以当这个拉撒路在这个亚伯拉罕的怀里 这个财主也到了阴间 他看见拉撒路所受的这个福分的时候 他就说让他的五个弟兄也能够听到这个信息 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从私利复活 他们就可以相信了 所以对于这个外邦人来讲 私利复活这件事情呢 如果真的能证实是一个很大的事 然而我们也当然相信 我们也当然明白圣经说的很清楚 如果他不愿意相信神的话 就算是真的有从私利复活的人出现 他仍然是不信的 所以信不信不在于有没有神迹 信不信在于你相偏信 神是创造那个神迹的神 如果你不相信神的话语 那今天再多的神迹给你看也没有用 所以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来证明 耶稣的复活使人相信 而是我们要非常清楚的来陈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 它不是只是一个历史事件 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神神圣的设计 神有最伟大的全能 他能够创造整个宇宙 所以复活对他来说 其实真的不是一件难事 所以耶稣基督从私利复活 祂是要证明我们因着相信祂 我们就可以同样的也拥有这样的一个战胜过死亡的能力 所以主耶稣的复活是使我们有可信的凭据 但是如果你相信神的话 那耶稣的复活就是一个证据 证明神按照祂自己所说的成就了 你相信的是神的话 而不是因为这个事件 那我们今天相信耶稣从私利复活 是因为我们要承认 祂是按照圣经所说来到世上 并且按照圣经所说 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 代替了世人的罪恶 以至于按照圣经所说 祂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我们整个整体不是只是相信一个神迹 我们整体是相信 祂按照神的话语所设定的 来到世上战胜死亡 胜过死权 以至于我们今天有永恒的盼望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在说服人相信一个神迹 我们在强调一个真理 这是神早就设计好的 因为基耶稣基督所来到世上 甚至连私利复活 都是按照圣经所说的原则来实践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段经节的时候 我们要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三十一节 那么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 因为神已经设定了 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神所设立的人 那就是耶稣基督 按照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叫他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那各位 神早在没有创世以前 祂就已经设定了这个日子 于是他借着所设立的人 耶稣基督来审判天下 并且叫耶稣从死里复活 于是可以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证明神所说的一定会赢言 这就是我们看到 为什么整个圣经里面强调 就是你如果不相信神的话 不相信摩西和先知的话 那就算是有死里复活的人 你也不可能相信 耶稣基督不是从死里复活了吗 那为什么还有人不相信 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的话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是 我们这些相信的人 是因为信了神的话 然后呢 由耶稣基督的这个死里复活 来证明我们所信的是对的 所以这是一个凭据 证明我们所信的是对的 所以可信的凭据 那么因此呢 我们要来看 这个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 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这个公爵 他叫他是林赫斯公爵 19世纪英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 这个公爵叫克里伯 克勃里 他说我在他临死的时候 他说这句话 他说我清楚明白那证据是什么 那证据就是 有关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证据 到今天还没有被人攻破 那意思就是说 在19世纪的时候 世界上有许多的人 攻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些事情 到那时候开始的 仍然没有被攻破 那么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的证据 那么有一个这个律师叫Morris 他写了一本书 他说谁挪动了坟墓 Who moved the stone 那么谁挪动了这个坟墓的石头 那这就说明 他在写一本书 关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 他原本是一个反对基督教的一个律师 想要用他的专业来证明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 可是当他在寻找所有的这个资料之后 最后他写了这么一本书叫做Who moved the stone 结局是他说我没有办法从法庭的这个角度来看 我所找的证据比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更确凿 无错的 意思就是说一个不信的律师 他如果在寻求这个证据的时候 他可以找到真实的真实的证据 证明耶稣基督真是从死里复活 那弟兄姊妹同学们 你必须要看到 复活的这件事情 它不是一件小事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然而人们之所以拒绝 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这复活的事情 当保罗在世的时候 他们也有一批人 他是拒绝相信死人复活的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杀都该人 他们虽然是这个所谓的这个领袖 但是他们拒绝死人会复活的事情 这就说明了 今日我们在这个世上 有许多的人 他们也拒绝这个 神所设定的可信的证据 复活的证据是不容推诿的 因为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麦道卫 他在麦道卫 他写了一本书是叫做这个 这个铁证代判 那他在书上他就说 耶稣复活若不是最邪恶 最恶毒 最无情的骗局 他就是历史上所发生最奇妙的事 那他说的是正确的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那耶稣基督就是一个最严重的谎言者 但是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基督教的真实性是不容推脱的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二节到十九节也说 他说既传基督从死里复活 怎么在你们中间 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 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若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信的 所传的就是便是枉然 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 这是非常强烈的一段辩解 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 若死人真不复活 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 因为死人若不复活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基督若没有复活 你们的信便是枉然 你们人在罪里 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 我们若靠基督 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基督啊 你需要看到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那我们所信的是一个空架子 我们所信的是一个这个骗局 有些人说 我们不要相信那些超天然的事情 在基督教里面 什么都好 就是那些超天然的事情 很难念自信 所以我们要是把那些超天然的事情 神迹奇事 把它挪去 基督教是很好 好的一个道德的一个宗教 各位 基督教不是道德的宗教 你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从实力复活 没有一位真神创造这个世界 然后让耶稣基督从实力复活 来代替世人死 那基督教是一文不明 不值一个钱 我们今天所有的根基都建立在 这是一个事实 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 耶稣基督真的从实力复活 所以当我们正确地了解这个重要性的时候 你就发现 如果你要胆敢把复活的这些事情 从基督教抽离 基督教等于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复活的重要性 那么下面我要来思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当这个 神借着路加把这样的一段经节 借着这个传道人所传出来的时候 他说神已经设定了这个日子 而且叫耶稣从实力复活 给万人 所有的人 做一个可信的凭据 那么 所以 这个复活这件事情 是让我们有一个证据 来使我们能够怎么样 能够 相信我们所信的是真的 那这个复活这件事情 有没有可能 那我们当然不用研究的太深刻 因为你如果谈到行而上学 谈到这个宗教学 信仰学 神学 那么那个时候呢 人们就会觉得 你这是行而上学 那是违心的 根本无法证明 那么所以我们谈行而下学 那么行而下学呢 包含两大类 一个就是天然科学 或者是自然科学 我之所以不愿意叫自然科学 那是因为 这个自然所谓的nature 被翻译过来的时候 它是自己跑出来的 自然 这个说实在的 与我们的信仰不合 所以有很多人说 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 它其实不是自然 为什么要说自然 它的翻译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自己跑出来的 那我说天然的原因是因为 它的确是天所造成的 那天在圣经里面 的确有被代替 作为神的别名 所以这个浪子回头的时候 他来到父亲的面前 他说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父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在犹太人他因为避讳 避讳这个勿用神的名 所以他用天来代替神 那么因此呢 我们用天然科学 会比自然科学要更贴切 那你说 那我可不可以翻译成 神然科学 那就最好了 因为是神造成的科学的 这些定律 所以你不可以否认这点 但是你如果把它翻译成 神然科学 那很多这些不信的人 一定要反对 可是你把它翻译成天然科学 那这个反而 这有一些人可以接受 那好 我们说这是天然科学 或自然科学 那复活 其实是具有天然科学的证据 那么第二个呢 我要看到社会科学 所以这形而下学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 物质上所能够摸到的东西呢 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天然科学 这包含生物学 这个物理学 化学 天文学 各种不同的这些 所谓的天然科学 那么还有包含社会学 社会学包含历史 地理 然后包含这个社会 包含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些研究 那么这种社会科学呢 它是研究 这个已经发生的事实 然后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证明 它曾经发生过 那么所以这是以历史学为主 那么这种 这个社会科学也包含 叫做验证学 所谓的验证学 里面有考古学 甚至有这个 这个 所谓的法律的 侦探学 侦探学就是 要证明这个凶手 那么这个凶手是谁 于是呢 它要回溯到原来的光景 把它还原 事实的还原 所以这是社会科学 所讨论的部分 那么这个 天然科学所讨论的部分呢 就是观察天然界的 这些规律 然后重复实验 而且这个天然科学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它可以重复实验 而且在重复实验的情况里面 你在同样的情况里面 你可以重复得到同样的结果 那可是社会科学却不一样 社会科学 你不能够重复实验 因为它已经过去了 你要怎么样 来还原历史 还原当时的情况 如果是这个侦探学 你要还原当时 这个是 这个到底是谁谋杀的 这有没有什么物证 有没有什么人证 这就是我们看到 社会科学所讨论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今天当然 不可能把所有的这些学问 都证实了 但是我们现在要看到 复活这件事情 在天然科学底下 是不是能够成立的 也就是说 我们从天然科学的这个角度 来测验这个 复活这件事实 它是符合天然科学的这个情况嘛 那么因此呢 我们来看到一个情况 因为一般的不幸的人 他们对于复活这件事情 最大的诟病就是认为 复活是不合乎科学的 当然他说不合乎科学的时候 他是说不符合天然科学 不符合自然科学 因为这个复活这件事情 它是超过天然法则的 一个死了的人 或者是死了的这个生物 怎么这样再把它弄回来呢 所以他们认为这是 绝无仅有 甚至没有看过 那么所以呢 他们在天然界里面 这个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不符合科学的 然而 当我们认识神所创造的宇宙 并且认识神对我们的启示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事实上在天然界 有很多复活的例子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从植物的这个植物学里面 我们看到植物的复活 那么在植物 我们如果把一个 有一些植物 不是所有的植物 如果有一些植物 你把它的叶子砍掉 照道理来说 它与根断绝了 它这个一个叶子 铁定要死了 可是如果你很快地把这个叶子 插在土里面 那非常有意思 这个叶子就开始开始长根 长根之后呢 它就会成长 成长之后就很大 像我们在这个院子里面呢 就有一个仙人掌 那仙人掌呢 是在21年以前 我爬到这个自杀癌上面 然后翻过那个墙 那这个 你别跟人讲 讲说校长翻墙 准备要这个 在刺杀癌相跳 不是的 我抓住这个栏杆的 然后我看到那个 这个仙人掌呢 我就把它拔了一个叶子 回来呢 就种在这边 20年以后 你可以看到它如此粗壮 它就从一个小小的叶子来的 所以那是 为什么我们不砍掉它呢 其实它很丑 那为什么不砍呢 因为它有 sentimental value 它有这个纪念性的价值 我们学校多 我们学校多少年 那仙人掌就多少年 OK 那所以你看 有一些植物 它其实看起来好像要死亡的 但是它却能够复生了 它离开母体 却能够继续生活 继续复原成长 这是头一个植物学里面看到的例子 那么另外在植物学里面 我们看到有种子 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因为这是神自己说的 他说一粒麦子 一粒种子若不落在地里 怎么样 怎么样 死了 这个种子它如果不落在地里面死掉了 它是不会结出许多这个植粒来的 那这是神自己说的 而且是神借着圣灵所启示的 所以虽然很多的这些生物学者 他会对这个概念不以为然 但是事实上 这就是圣经的教导 因为这粒麦子 它必须要先落在土里面死掉 然后它在体内才能够发出生命的力量 继续活出许多的子力来 那我不能够把这个例子拒绝掉 因为这的确是非常强烈的复活的例子 植物学 还有生物学 那么我们在这个动物的复活 也有很多的例子 那么比方说蚯蚓 或者有一种叫做五旗虫的 如果你把这个五旗虫 这个蚯蚓当然大家比较常见 如果把它切成好几段 那它就会怎么样 它就会从它所被切的那个段 又长起来 而且死了又死 而且还会继续不断的复活 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那无论是这个五旗虫也好 或者是蚯蚓也好 或者在有许多这种 这种像类似海参的这种动物 它其实都可以怎么样 都可以把它掏空了之后 又重新生长 这种能力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也是复活的一种 那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生物 很多的动物或者昆虫 它都有类似的冬眠 然后这个北极熊 或者是许多的熊 它在这个平常的时候吃很多 等到一冬眠的时候 它就全部都怎么样 所有的这个器官就 我们叫做shutting down 就全部都禁止了 那只留一些重要的器官还在活动 其他全部几乎像死亡一样 蛇也是如此 那么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 像类似这样的这个生物 在动物界里面 经常可以看到 那么这些难道不是复活的一个例子吗 更何况我们看到 生物都有再生的能力 不要说各位了 你其实也有再生的能力 当然不是说把你一个手指头切断 你再生出来 而是说从某种情况底下 你的细胞的新陈代谢 那么细胞的再生 当然也有我们看到 这个许多这个有再生的能力 那么事实上 这个再生的能力 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明 证明说它是复活 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 你把这个壁虎的尾巴给切掉 过一阵子它又长出来了 那么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再生的能力 同样的道理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呢 忽略了这些天然界 神所给我们设定的这些情况 所以我们就认为 复活是不可能的 那么这个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会继续的来思想 这个社会科学的证据 那么谈到社会科学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这个复活这件事件 在这个社会科学上是成立的住嘛 那么我们在看这个复活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看到有史料很多的记载 除了史料内证 圣经中的内证 那么因为圣经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文件 而且没有任何历史的文献 比圣经更可靠的 你找不到 那么所以我们了解 就光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 圣经中的证据 我们都可以证明 复活的事情是在圣经中被记载的 不但如此在这个犹太史学家 叫做约瑟佛的 他也记载耶稣从实力复活这件事情 更何况同时代的许多的这个历史学家 他们也都记载了这个 耶稣从实力复活的事件 那么如果我们要从 真从史料学来找的话 那么当然可以找到很多历史的证据 来证明耶稣基督从实力复活的这件事情 所以在历史学的角度来讲 来证明这件事情的确发生过 一点都不难 那么从这个当时的见证人来看 历史学者要复原当时的情况 那么作为一个侦探学 也就是说一件事情已经发生过了 你要怎么样把证明出来 作为一个侦探学 你要怎么样去寻求原来当时的原貌 那你就需要去找人证 那么根据我们所找的这个历史证据 发现当时看到耶稣基督从实力复活的 这个将近超过500人 说不定将近600人 那么在这500多人的这个见证底下 他们一时之间看到耶稣从实力复活 这绝对不是一个一种这个阴谋 乃是怎么样 乃是的确诚实的一个见证 所以我们看到 除了彼得 彼得 雅各 约翰 跟这些使徒们 不要忘记这些使徒们 他们当时都是非常害怕的 但是他们却见证耶稣基督 真的是从实力复活了 还有许多的妇女 甚至连保罗都见证 耶稣基督从实力复活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见证人来证明 同时呢 我们要看到历史上这个门徒的改变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这个被钉的时候呢 他们个个呢 好像都很勇敢 彼得甚至还说 我与你同时都愿意 可是当主耶稣被钉了之后 被抓被拿被这个审判的时候 这只门徒通通逃跑了 然后这个彼得虽然远远跟着 却三次不认主 那么从历史的记录 证明这些门徒 他们不是什么勇士 他们事实上是胆小鬼 所以碰到这种情况之后 他这个耶稣被抓拿 他们就逃跑了 当定死的时候 除了这个年轻的约翰之外 其他的通通不见了 彼得三次不认主 老早就怎么样 老早就去懊悔了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要他们这个 这个在耶稣基督死了之后 去传这个所谓的这个耶稣基督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除非 除非 他们发生了一件事 才会在这个生命当中有如此大的改变 因为门徒前后的改变 你是没有办法用任何的理由说清楚的 除非他们真的看见复活的主 他前面是这么样的胆小懦弱 后来却怎么样 这个为了耶稣基督的时候 抛头颅 撒热血 几乎所有的这些门徒 除了约翰以外 通通是殉道的 那各位 你想想看 怎么有可能 他本来是 这个害怕的 后来却为了这件事情 证明耶稣基督 真的从实力复活 真的是弥赛亚 真的是神的儿子 他居然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那只有一个可 从历史学角度来说 只有一个可靠的答案 就是他们真的看到复活的耶稣 这是门徒的改变 然后呢 我们看到 这个坟墓的空洞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今天要证明 一个人 他没有复活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找到尸体嘛 如果你找到尸体 这一切就解决了 可是我们看到 到目前为止 尸体仍然找不到 我们刚刚看到 这个科伯里的见证 他说到19世纪的时候 他说我仍然没有看到 有任何推翻复活证据的 可靠的这个情况 也就是说 这个复活的证据 现在仍然没有被推翻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这么 几千年来 没有人能够拿出 确凿的证据 证明耶稣基督 没有从此里复活 因为坟墓是空的 请你解释 坟墓为什么是空的 没有人能够解释 而且他所提出来这个解释 说门徒把他偷走了 门徒偷走了 那他只要把这个尸体拿出来 这个信仰就完全就瓦解了 那说是他自己跑出来的 这个说他也有这个概念 说他在十字架上没有死 他只是昏了 昏了之后放到这个坟墓里面 然后阴凉之后他就醒了 醒了之后 他自己就把那个大石头给搬开了 开玩笑吧 一个已经被定得这么残忍 然后受了这么多的伤的人 然后还有这么大的能力 把大石头搬开 然后自己就走掉了 除非他真的是神 亲自所做的 这个复活的大能 让他从死里复活 而且门徒不可能为了一个谎言 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我们看到这也是传道的基础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我们传这个道 你注意看使徒行传 所有的这些信息 都是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那么刚刚我们所看到头一个这个经节说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只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早期的这个传道人 他们所传道的信息呢 都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 那你要知道 在当时耶稣基督大约 主后三十年左右被钉十字架 然后呢 这个当保罗去传道的时候 顶多是怎么样 主后四十年五十年的时候 那么这时候 他隔离这个时间并不长久 如果有任何人拿出这个证据 证明保罗使徒所传的这个信息是假的 各位说实在的 这个基督教从一开始就被摧毁 但是到现在 没有人拿出耶稣基督死亡之后 不再复活的证据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 耶稣基督真从死里复活了 那我顺便提起 在这个空空的坟墓里面 它不是完全空空的 因为当这个约翰和彼得 进入到这个坟墓里面的时候 他们看到那果实部 那果实部他们记载说 圣经说那果实部呢 是完整的放在那个台上面 然后呢 他说果头筋在另外一边放着 整齐的放着 什么意思呢 因为果实部跟果头筋呢 是分开的 它不是一包起来像木乃一样 全部包起来 所以当他们把身体包完了之后呢 这个果头筋呢 是另外的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耶稣基督是 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的复活呢 他是身体超越了物质 所以他事实上是 从他的这个衣服 那个果实部当中 被复活出来的 所以圣经记载 你如果仔细看 那个文字的形容 他那个果实部呢 不是被扯得乱七八糟的 而是什么 而是完整的放好的 所以耶稣基督身体 事实上穿过了这个果实部 然后他这个 果头筋呢 在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个地方放好的 所以他是穿过了这个果实部 然后他从死里 活生生的复活了 那这些证据都证明 如果耶稣基督 他是自己跑的 他这个果实部一定随着他 如果说他是被这个门徒拿走的 偷走的 那果实部也会一起偷走 但是果实部却完整的在坟墓里 而且是怎么样 是卷在一块 完整的 如果说他他是经过外力的话 他一定会扯得乱七八糟的 放得乱七八糟 可是他是完整完好的卷在一块 然后果头筋是在另外一个方面 放得整整齐齐的 各位 只有一个解释 什么解释 就是他真的是被神的大能 从死里复生 然后活生生的走出坟墓来 我们看到今日主日的设立 今天犹太人的这个习惯是 礼拜六聚会 我们却在礼拜天聚会 为什么 因为这是复活的那一日 而且我们看见 今天我们有复活节 如果真的没有复活 那么为什么要有这个复活的节日 而且教会在庆祝复活节的时候 都要用一个 这个欢喜快乐的心说 He is risen 然后会众回答说 He is risen indeed 所以这个主导人说 他复活了 底下的会众回答说 他真的复活了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回应 因为他真的复活了 他真的复活了 这不是假的事情 这是一个确实的证据 而且我们看到逻辑的证明 这就是我要跟各位说的 就是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那么他的教训就不足以相信 他教训别人不可以说谎 结果他却没有复活 他显然是说谎 他说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那你要知道这个 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说词 他说 I am the resurrection 他说我就是复活 你要知道 这是非常强烈的概念 我就是复活 什么意思呢 他就说 我基本上就是复活的能力 那么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从逻辑上 耶稣所传达的信息 跟他如果他没有复活 这是合不通的 而且会造成一个更严重的后果 就是整个基督教 因为他没有复活 就整个瓦解了 那么第九个 我们看到信徒的见证 今天我们有很多 重生了得救的基督徒 都可以证明 他们认识这位复活的主 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与他们有实际的体验 来证明 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 那么这不是只是保罗的经验 因为保罗也没有亲自看到 耶稣被定指甲 但是保罗却亲自在 大马社的路上来见证了主 为什么 因为这是他的经验 最后我们看到 这预言的应验 因为圣经里面 不断的预言 耶稣基督要从死里复活 那我还可以提出 更多的证据 然而 这个王国师曾经说过 他证据 你只要有充分的证据就够了 因为你还需要 用信心来接受 如果我把说的证据都给你 那说实在的 你也不用信了 为什么 因为本来就是事实了 所以今天神给我们充分的证据 却没有给我们所有的证据 为什么 是因为他还是期待我们 要用信心来接受这个真理 那目前我们已经提出这么多证据 那请问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你愿便相信 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 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呢 是非常清楚的 这么多的证据放在我们面前 然后圣经也不断的提醒我们 他说因为神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神所设立的人 耶稣基督 按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要叫耶稣基督 从势力复活 给万人 也就是我们 做可信的凭据 所以复活是一个可信的凭据 它是一个证据 来让我们可以相信 那问题是我们信不信呢 因为它不光是一个证据 它是一个可信的证据 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 你愿意确实相信这位 从死里复活的主啊 从死里复活的主 他是战胜死亡 战胜死权的主 所以你相信他 于是你也有盼望 也能够从死里复活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再一次恳求主 你用你的话语 建立我们 也让许多的这个证据事实 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坚信 我们相信主 不是因为这个证据 而是因为 主你是真理 你是真神 我们也盼望圣灵 在我们心中做主 使得我们能够借着这些 凭据 可信的证据 来传福音 使得更多的人相信神的话语 并且明白 这是真实的 以便于他们也 降服他们自己的生命 在神的手里面 我们也巴不得在这复活的日子 主你心望我们 让我们对复活 有正确的信仰 以便于我们能够把 复活的信息 传扬给许多 还不认知 这个复活事实的人 教他们也能够 接受这个真理 并且相信耶稣 做他们各样的救主 我们在这感谢祷告 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